好,感謝主要讓我再次回來烏龍港和大家正道 感謝主要讓我再次回來烏龍港和大家一起參加 今個禮拜之後,未來兩個禮拜你都會見到我的 這個禮拜之後,接下來還有兩個禮拜,大家還會見到我 好,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一起做個拜登 主要我們感謝你 主要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讓我們聚集在一起敬拜你 求你的靈與我們同在 開放我們的心思、意念 開放我們的心思和意念 開放我們的耳朵 好讓我們可以接收你的教導 也求你去公沒孩子的口 讓我們可以釋放你的話語 讓我們可以釋放你的話語 我們祷告奉主名求 我們祷告奉主名求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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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基督君王主日 每年的一天都会放在张临旗之前的主日去庆祝 张临旗是什么呢 张临旗就是预备圣诞节预备耶稣的降生 张临旗就是预备圣诞节预备耶稣的降生 今天我们通常都会专注去跟大家宣讲耶稣成为君王的事 今天我们都会专注来跟大家宣讲耶稣成为君王的事 以及思考他在生命和工作里面如何展示他的权能和领导 去思考他如何在他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展示他全能和领导 全能和领导 今天我们就看马大福音二五章三十一至四十六节 今天我们看马大福音第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 这个是关于绵羊和山羊的故事 这个是关于绵羊和山羊的故事 一个审判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面 耶稣解释和遵从上帝律法的精神 耶稣解释和遵从上帝律法的精神 这个最终审判的场景有很多隐喻和例子 他里面讲到分开不同的国家 分开不同的国家 就好像牧羊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 那就好像牧羊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 也要提到哪个可以承受国度的 也提到谁可以从上帝律法的 马太福音一个作者 在他之前提到一些后果 那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就在前面提到这个后果 就好像为魔鬼和他的使者去预备一些永火 这个在三十节和马太福音的其他地方都有提过的 那这些在三十节和马太福音其他地方也有提过 那这些在三十节和马太福音其他地方也有提过 那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很多人会将绵羊和山羊放在一起来养的 那绵羊和山羊的分别是什么呢 那绵羊和山羊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就是看他们能不能够自给自足 那就是要看他们能不能够自给自足 山羊呢 如果是野生的话 都比野生的绵羊更加可以生存得久一点 那如果是野生三羊的话呢 要比野生的绵羊更耐于生存 野生绵羊呢 因为通常它毛多嘛 所以整天都会被它的毛拖累了它自己 那野生的绵羊呢 由于毛发要多呢 所以常常被它自己的毛发面对到自己 在属灵意义上呢 是将绵羊和山羊分开的标准呢 就是我们怎样去依赖基督 那在属灵意义上呢 将绵羊和山羊分开的标准呢 就在于我们怎样来依赖基督 而不是完全依赖自己的努力 而不是完全依赖我们自己的努力 这样说呢 就不是意味着我们不用去努力工作 而是强调在勤奋的同时呢 我们都要保持开放 而是呢 在勤奋的同时呢 我们要保持开放 接受圣灵的引导 来接受圣灵的引导 好 下一张麻烦呢 很多时候都会用这个神学的方式 去讲这个角度 那马太呢 经常用一个神学的方式来讲 国度 他讲得比其他新约的作者更加多 那他说的呢 比其他新约作者呢 要更加的多 那当然因为 他当时的听众呢 就对这个角度这个名词呢 非常熟悉的 那当然他当时的听众呢 对国度这个词呢 非常的熟悉 当你去看这个角度这个词语的时候呢 当你去看国度这个词语的时候 我们都会 应该要意识到 上帝的角度 不是单单是一个物理的场所 那我们要意识到呢 上帝的国度呢 不单单是一个存储 而是关于上帝角度的本质 而是关于上帝国度的一个本质 这个角度呢 包括了所有甘愿追随 和服从上帝统治的人 那这个国度呢 就包括所有甘愿追随 和服从上帝统治的人 不单单是一些 我们教会里面的人 那就不单单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人 好 下一张 咦 咦 是不是这张呢 不要紧 好了 上帝的角度呢 也都不是一个地方 是一种感觉来的 那上帝的国度呢 不单单是一个地方 而且是一种感觉 所以 我说错了 不是一个地方 也都不是一种感觉 上帝的国度呢 不单单是一个地方 也不是一种感觉 或者是一种慈善行为 或者呢 一种慈善的行为 这个是一种 在上帝里面生活的方式 通过我们需要帮助人的爱去显然的 通过呢 对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的爱来显现出来的 我们看到这个角度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个国度的时候 当我们因着我们跟上帝深厚的 很深密的联系 按着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紧密的联系 比如说去医院去探访病人 在医疗的挑战里面 和他们一起走过一些困难的时刻 在医疗的挑战当中 和他们走过这些艰难的时刻 或者是一个教会的小组 去支持和探访一些坐牢的人 或者是教会的小组去支持或者探访坐牢的人 在他们释放之后 去帮助他们 那在他们释放之后呢 去帮助他们 那角度呢 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 那这个国度呢 就在那时候出现了 这个角度呢 亦都是显现了一些做教育的人 去帮助一些智障的人 去学习生活技能 那这个国度呢 也带于一些教育的人士 去帮助一些智商的人士 去获得生活的技能 另外他们提供一些教育 和职业培训的 教育的培训 就为他们呢 提供教育和一些职业培训 或者一些学生 或一些无家可归的人 提供食物 或者是一些学生 可以教育家可归的人 提供食物 都是显示着我们上帝的角度的 我们可以透过去留意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透过去留意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并且在这个紧急情况下去采取一些行动 并且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 去解决社会当中长期以来的不公正 那我们可以显示这个角度 那就可以显示这个角度 耶稣的跟随者在他的地上的角度里面 也不单单被受予君王和主人的头衔 也不单单被受予君王和主人的头衔 也意味着他们应该通过 服侍每一个人来行驶他们的领导 也意味着要通过服侍每一个人来行使他们的领导 来跟随耶稣的榜样 这个不是他们暂时扮演的角色 而是真真正正成为一个仆人 而是要真真正正成为一个仆人 这个只是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才可以实现 那这些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才可以实现的 在一个角度里面去服侍 那在这个国度里面来服侍 不是一个大坡贼 不是一个大的工程 或者去征服其他领土或者去致富的 去征服其他的领土或者是致富 在一个上帝的角度里面 最有价值的服务是日常的 那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最有价值的服务是在日常 是很简单去关心有需要的人的 那很简单的去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 最重要是将自己视为一个毒人 那最重要的就是将自己视为一个仆人 耶稣提到三次关为他人的正面行为 也有一次是负面的 那也有一次是负面的 那些善恨就会得到评价 那些善行就会得到评价 让他当时的社群的范围可以扩大 那令到当时的社群的范围可以扩大 为了永生而被分别出来的人呢 为了永生而被分别出来的人 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或者宗教身份 不单单因为他们的信仰和宗教身份 在第37节里面 那些人很惊讶地说 那在37节里面那些人很惊讶地说 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你啊? 那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你啊? 暗示耶稣注意到这些人爱和公平的行为呢? 暗示耶稣注意到这些人爱和公平的行为 那暗示耶稣注意到这些人 人爱 人爱 人爱和公平的行为 是大家没有期待或者被承诺任何回报之下去完成的 就是 那些人没有期待 哦,就是他们没有期待 是的,没有期待的人 在情况之下做了出来 没有期待的情况下做出来的 这些行为呢 是有一个特殊性和纯洁性的 那这些行为呢 是有一个特殊性和纯洁性呢? 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者回报 而去做出一些刊扩或者关心的 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和回报 而做出一些抗盖的关心呢? 那些人所做出一切呢? 那些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呢? 都不会想到有一个回报的 就是这些人所做的一切事情 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回报 当我们做这些行为的时候呢? 上帝会为我们感到高兴 当我们做这些行为的时候呢 上帝会为我们感到高兴 我们应该要去行善 我们应该要行善 不单单只是因为这个是公平的 不单只是公平的 也都是我们需要去关心要帮助的人 也是我们需要帮助和关心的人 但是你又可以问 但是你又可以问 我们怎么知道谁需要帮助呢? 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人需要帮助呢? 我们又怎么知道谁是贫困呢? 我们又怎么知道谁是贫困的呢? 可能那些人只想来押饭食、押酒喝呢? 可能那些人只是来过来 偏东西吃、偏酒喝了 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我们又可以做什么呢? 耶稣就说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呢? 就是那些软弱和困难的人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呢? 就是那些软弱和困难的人 特别是小朋友 那特别是小朋友 所以呢 所以 你和我们都应该去做一些敏感地去做出一些事情 所以你和我们都要敏感地去做出一些事情 就不要忽略了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 就不要忽略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 而是可以用眼睛去看下他们 期望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耶稣 希望在他们身上可以看见耶稣 好,下一张 耶稣 其实我看不到 不要紧 耶稣说我们应该要用一种尊重 和重视每一个人的生活 方式去生活的 也就是说呢 要用一种尊重 重视每一个人的方式来生活 上帝领导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 上帝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 而且都很重要的 而且非常重要 我们不应该伤害人的 我们不应该伤害人的 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好人 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好人 可能很多坐牢的人都不是好人 可能很多坐牢的人都不是好人 我们不应该伤害羞辱他们 我们不应该伤害羞辱他们 因为耶稣说要跟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为耶稣说要跟他们同在的时候 他说当你对囚犯做坏事的时候 你就对我做坏事 他说当你对囚犯做坏事的时候 你就对我做坏事了 所以我们应该向一些领袖 要求更加多 所以我们应该向一些领袖 要求更加多 他们应该要更加的诚实 并且尽责 他们应该更加的诚实和健全 他们应该要做好事 他们应该行为端正 并且做好事 他们应该行为端正 而且要做好事 耶稣希望我们可以做得更加多 更加可以超越这些 耶稣希望我们能够做得更加多 更加可以超越他们 耶稣不是很犯犯地说到人 为什么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耶稣不是犯犯地说 为什么人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而是说到不同种类的需要 而是说到不同种类的需要 他没有说到我贫困你照顾我 他们没有说到我贫困你照顾我 耶稣说我肚饿了 你给我吃我口渴了你给我水 而是说我饥饿了你给我东西吃 我口渴了你给我水喝 如果耶稣肚饿的时候 你给他件衣服 如果耶稣不肚饿的时候 你给他点衣服 他口渴的时候 你纯粹去探访他 他口渴的时候 你去探访他 你觉得他会开心吗 你觉得他会开心吗 你可能出于好意 你可能出于好意 但耶稣是想我们更加去了解 和帮助更加敏感一些 有具体需要的人 耶稣希望我们去了解或者帮助 而且更加敏感地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都需要去聆听他们 所以我们都需要去聆听他们 尊重他们 去尊重他们 并成为他们的朋友 成为他们的朋友 这个就是圣经叫我们做的事 那这些就是圣经叫我们做的事情 那去年我又被教会指派到一个机构去做义工 去年我就被教会指派到一个弱势群体的组织去做义工 我需要学习如何去帮助这些被社会忽视的人 我需要学习如何去帮助这些被社会忽视的人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我完成了我的任务 那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我就完成了这个任务 那就不用再继续做义工了 就不需要再继续做义工了 我经常都会问自己 我会觉得是否只是为了我的任务呢 我去到那里是不是只是为了我自己的任务呢 我有没有去将那些人当作真正的人去看待呢 我有没有去到那里将那些人当作真正的人来看待 还是纯粹将他们当作一些顾客 或者只是纯粹地把他们当成顾客呢 完成了任务之后 我会不会将他们忘记呢 那任务完成之后 我会不会忘记他们呢 那其实我没有的 我没有忘记他们的 其实我没有忘记他们的 不过我又没有空再回去帮忙 不过呢 又没有空再回去帮忙 很多人看不到这些有需要帮助的人 很多人看不见这些有需要帮助的人 但是当我认识了他们之后 但是当我认识了他们之后 他们对我来说又变得很重要 他们对我来说又变得非常的重要 这些被忽略的人去到那个机构里面 他们很开心 那这些被忽略的人去到那个机构里面 他们非常的开心 他们觉得自己被重视 他们觉得自己被重视 我也很高兴可以去服务他们 我也很开心自己可以去服务他们 其实我也不知道谁需要帮助的 其实我不知道是谁需要帮助的 也确实有些人来骗饭吃 也确实有一些人过来吃饭吃的 但是我是需要用我心眼去敏感 谁需要帮助 但是我确实需要用心眼来敏感的来查识 谁需要帮助 他们从来不会跟我说我需要帮助 他们从来不会跟我说我需要帮助 但是当我过去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但是当我过去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会有很多事情告诉我 他们对我很多事情告诉我 所以我们真的要用心去看这些人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用心来看这些人 那我们就可以去关心他们 那我们就可以关心他们 死了 回顾服势 下张 神帝希望我们彼此仁慈尊重和友善 并且在需要的时候互相帮助 并且有需要的时候互相帮助 那作为教会 我们怎样去对社区或者世界上 贫困或者困难中的人去仁慈尊重和友善呢? 那作为社会我们如何去对社区当中的国家有困难的人来做出仁慈尊重和友善呢? 或者我们的教会领袖 怎样对这些贫困或者困难中的人去仁慈尊重和友善呢? 甚至我们教会的贫困如何对他们做出仁慈尊重和友善呢? 甚至我们教会的贫困如何对他们做出仁慈尊重和友善呢? 如果你可以解答到这个问题 如果你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下张麻烦 上帝不断地将我们不同的人放在一起去生活 让我们学习如何和他们成为朋友 让我们学习如何和他们成为朋友 上帝给我们很多机会 上帝给我们很多机会 去成为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朋友 去成为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朋友 这些人都是我们基督大家庭的一部分 那这些人都是我们基督大家庭里的一部分 上帝的家庭是要求我们去改变我们的 如何使用时间、金钱和关怀的方式 上帝的家庭是要求我们如何去使用金钱 要如何去改变 去改变,然后使用金钱、关怀的方式 我们应该要用新的方式去帮助上帝的整个家庭 我们要用新的方式来帮助上帝整个家庭 如果我们想要和耶稣同在 如果我们想要与耶稣同在 我们都必须做他们希望我们做的事情 那我们必须要做祂希望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关心耶稣所关心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关心耶稣所关心的事情 耶稣希望我们做一些简单而正确的事情 耶稣希望我们做一些简单而正确的事情 这样就是表明我们是耶稣群体里的人 耶稣说当你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 你就是在帮助我 让我们请进耶稣的话语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